我們慢慢的已經走到快接近第四級的防疫了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三級防疫而已 我們要開始強化三級防疫 所以有些會必要的我們都會開始 嚴格的規定 落實的執行 我們先從我們自己不守規矩的 不守配合防疫的嚴格的處理 慢慢的我們開始強化到三級 事同慢慢走到準事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所以今天我已經指示 我們的支付民事長 我們要做好整備 在社區 沒有辦法控制底下不斷的升溫 我們必須要採取 高度管制 低度活動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請市民朋友要心裡有所準備 市長的強度 只要疫情沒有上來 我的強度的管制 會越來越高 特別跟陳部長私信 問了陳部長 14天 每天都要100個確診 這算全國的 還是算一個城市的 因為他採取的是一種區域封鎖 我問了這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其實沒有一個 非常完整的一個說法 那陳部長對這個標準 我就用我們自己新北市的板橋來說 今天板橋 連續三天 確診的 個案 都超過20例 連續三天 如果印照 我們這樣的標準是一個全國100個 每天 那算一算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 一天只要20個確診 連續14天 就要達到市局管制了 是以人口數來算 或是以面積數來算 這也沒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我一直建議說 這個部分要趕快討論 要不要做錢給地方 地方市整個狀況 來前前處理 像我一直在做分析 我們有雙位數平均 每天有雙位數 後市 累積 達到 據說三天超過30個 我就把它視為我高風險的熱區 我採取的 高密度的 管制 就會強 度就很強 然後會採取低度的活動 所以這部分可能在整個 討論上 要部分彈性授權給地方 地方會把所有的做法跟中央來做報告 讓地方在防疫會是整個區塊的不同 採取不一樣的措施 所以這個部分我在昨天也跟 陳部長做個報告 那新北市一定會做好 第四級的準備 在今晚在煮中 在煮中 我們會做好 在煮中 外面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